八九年出生的朋友 今年工作適宜向外走動 原來財星載一粒翼碼 所以我們叫做動中求財 亦有一粒文昌星的出現 所以有利學習一些投資或外語等等 但要注意一下 就會容易在文書方面出錯 如果你平時可能會有些書寫的習慣 甚至有些口頭的協議 就要小心 可能今年就會比較脫漏 感情方面 今年就有子女生透出 要注意 如果你想生小孩 今年也是一個好機會 但我多建議你要調理好身體 因為今年是很容易有人工流產的現象 健康方面要注意一下 容易是神經系統 呼吸系統 消化系統 頭暈、頭痛、容易咳嗽等的現象